其他消息 加拿大籍石黑教领袖尼加尔 去年被杀案 引发加拿大和印度新一轮的外交风波 两国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和联邦官员 星期一在阿太华召开记者会 表示有证据证明印度政府人员 涉及在加拿大发生的暴力 控杀和威胁国家安全事故 加拿大外交部说 加拿大皇家旗已经找到实质证据证明 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等的外交官 是参与去年枪杀加拿大 石黑教领袖尼加尔案件的嫌疑人 家方又说印方外交官和政府特工 直接或者间接从事搜集情报工作 但是印度当局拒绝和加方合作进行调查 所以决定以涉嫌暴力犯罪为由 驱逐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维尔马 和五个外交官 印度外交部期后召见加拿大驻印度临时代办 威蓝严厉反驳加方指控 印度决定从加拿大接回维尔马和五个外交官 同时要求威蓝等的六个加拿大外交官 今个星期六午夜前离境 威蓝表示加拿大政府已经提供印方所需要的证据 正在印方调查 尼加尔主张印度部分地区独立 2020年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分子 去去年6月在加拿大被私散被杀 加拿大政府指责是印度政府特工所为 无线电视记者获知同报道 据澳洲广播公司报道 澳洲政府提出向巴布亚新基内亚 捐款组建一支可以参加澳洲联赛的篮球队 条件是巴新放弃和中国签署安全协议 澳洲政府提出 在10年内提供6亿澳元 相当于31亿港元 协助巴布亚新基内亚 成立一支国际级的篮球队 可以参加澳洲联赛 条件是巴新保证不会和中国签署 会被中国警察或军队驻扎的安全协议 篮球在巴布亚新基内亚非常受欢迎 而澳洲的篮球联赛被视为全球顶级的篮球联赛之一 两国现实正是商讨加强安全合作 包括澳洲协助改善军备管理 由于巴新和澳洲相伦 澳洲认为若果中国在巴新取得军事蜡烛点 将会救成安全风险 稍后有交通消息 新闻时间 一个有轻度致障的女人 五年前倒霉在西贡村屋内 高院裁定一个自称盗使的男人 谋杀同非礼罪名成立 死者的妈妈也裁定教唆非礼罪成 有轻度致障的女事主 2019年9月2号 倒霉在西贡隆美村的村屋内 案情指 男被告张子财报称是注册中医 女被告吴马鱼 即是死者的妈妈 到她的诊所求医 再和她学指微斗数 男被告患女事主邪灵上身 先后向她施行不同的移职 包括将她砍头向墙 女被告目睹 但是没有阻止 案件连日在高等法院审理 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 裁定两人罪名成立 法官将他们还压 今个星期误判刑 监洛杀姓马尼书院 确认一个职员涉嫌在洗手间 安装摄录机偷拍被捕 涉事的职员已经被停职 并勒令禁止进入校园 校方在网页发新闻稿交代 说事发在上个星期一的早上10点多 在校内一个洗手间 发现一部隐蔽的摄录机 随即通报警方 并检查全校洗手间和更衣室 两日之后将涉事的职员停职 启动危机处理机制 唯有需要学生提供情绪支援 据了解 有两个女孩的私密部位被影响 警方事后拉了一个男教士 朝鲜半岛锦商局势声温 南韩说北韩炸毁了两韩边境的部分道路 南韩名昌警告回应 南韩军方公开片段 两韩军事分界线北韩那边 一条道路发生爆炸 冒出白色龙烟 北韩之后派出货车和挖掘车清理现场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北韩在中午时份炸毁了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 连接南北韩的京二线和东海线部分道路 并用重型设备进行后续工作 南韩军方其后在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南鸣昌警告 并说正是密切关注北韩动向 会基于韩美合作加强防卫和监视 北韩自去年底在道路埋下地雷 拆除路灯 近日又切断连接南北韩的公路和铁路 更加下令前线炮兵做好开伙准备以对抗南韩和美国 北韩早前亦指责南韩派遣无人机飞越其首都平壤 散发反北韩传单 南韩否认 但潮中写星期二引述北韩领袖金正恩国会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 说已经掌握真凭实据证明南韩军方策划对北韩的无人机入侵 金正恩星期一召开国防及安全会议 形容南韩的无人机系敌人的严重挑衅 他在会上指明当前的军事活动方向 提出在启动国家防卫力量 行使自卫权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方面的重大任务 并指明政府的强硬政治军事立场 无线电视记者旅晓说报道 血色病患者由于血液的含铁量过多 需要定期到医院放血 这些血液大多数都会被吊弃 澳洲红十字会呼吁当地的患者 不要到医院放血 改为到红十字会捐血 血色病是澳洲其中一种最常现的遗传病 每20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患者 他们的身体会吸收过多铁质 主要治疗方法是定期放血 澳洲红十字会估计 当地每年有73,000代从医院採集的血色病患者血液被吊弃 如果捐给血库可以拯救很多生命 澳洲血库对血液的需求正是升到12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医院基于处理上的困难 通常会将放血时候收集到的血液吊弃 红十字会说 血色病患者的血液可以安全使用 完全适合输血 希望有这个病症的人士 不要再到医院放血 改为去捐血 澳洲医学会对这项建议表示支持 血色病患者通常每三个月就要放血一次 否则过多的切剂会损害肝脏和心脏 和令人感到疲倦和纷纷欲碎 但很多澳洲患者由于住所远离捐血中心 通常都选择到医院放血而不是去捐血 红十字会说 在目前血液需求因此的情况下 希望血色病患者不要再浪费血液 同时呼吁医生鼓励患者捐血 无线电视记者旅晓说报道 今年双11速销活动是历尼最早启动的一次 有分析认为 随着一系列速消费政策落地 今年第四季 内地消费市道可以持续回暖 为了配合中央已旧换身政策 谷消费 今年双11进一步提早开战 淘宝天猫和京东两大电商 第一次同一日启动双11活动 时间提前至10月14日 和往年在10月24日前后开启 足足早了10日 今年双11的另一特色 是支付在无界限 淘宝可以使用微信 京东也接入了支付宝 根据天猫的数据 今年双11开售第一个钟 大家电的销售较去年预售第一日 大幅增加7倍6 美装产品方面 头半个钟已经有20个品牌 销售额突破1亿元人民币 京东说香港用户 在双11的订单军价 远高于包邮送货上门的门栏 单计港澳地区 第一日销售额较去年同期 有超过三倍的增长 双11活动始于2009年 访效美国的感恩节促销活动 当年选择在11月11日 时间正好在国庆假期 和圣诞节之间的11月 同时利用大学生象征 单身的光棍节作号召 成功抢占了年轻消费群 不过近年电商的促销节 愈来愈多 消费已经不再集中在单一活动 为了保持消费者 对双11的热度 电商今年加大支持买家网店 淘宝天猫提供百亿资金投入援助 帮助买家提升营业额 配合快速回款和佣金返还等 减轻买家的经营负担 京东在直播领域 也投入了10亿元人民币的支援等 其他平台 例如拼多多、快手等 也有为买家提供不同类型的补贴 加上买家让利 叠家政府已更换新的补贴 分析相信 随着第四季 中央再有速消费举措落地 有望进一步刺激消费气氛 无线电视记者一路配音报道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 今晚在浙江宁波揭幕 主会场佛教圣地 举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陈卓康在宁波报道 经典的佛像造型 以数码艺术方式呈现 宁波雪豆山的尼纳博物馆 配合世界佛教论坛 举办三个主题文发展 2000福敦王出土 以及宋代至清代的佛教绘画 呈现佛教文化艺术的多元性 以及从古印度传入中国 与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 文明的交流互建 从来没有停止过 能留下来的 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是最有价值的这一部分 三个展览的面积 达到23000平方米 是历届论坛以来最大 展品当中更加有12件 是属于一级文物 今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场地 宁波雪豆山尼纳道场 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圣地 地标建筑尼纳圣坛 耗资11亿人民币兴建 在去年落成 与尼纳博物馆同属浙江佛学院的 二期项目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国法师 浙江省统战部部长黄文聚等 在圣坛前主持共结欢喜园 论坛揭秘识 来自各地不同派别的僧人 和佛教徒一起参与直属 象征实践佛教的生态文明理念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无线电视记者陈彻康在宁波报道 内地发布太空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 目标在2050年之前 成为太空科学强国 亦都会探索人类移居的行星 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中国科学院等共同发布的发展规划 提出五个中国有望突破的科学主题 包括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以及寻找移居的行星 主要是探索太阳系天体和室外行星的易居性 开展地外生命探寻 规划分三个阶段实现 第一阶段是在2027年前运作中国太空站 进行载人月球探测 探月工程事期等 形成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成果 2028年到2035年前进入第二阶段 继续运作中国太空站 论证实先载人月球探测等任务 要取得位居世界前列的原创成果 到第三阶段 即是2036年到2050年 实施三十几项太空科学任务 重要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成果 总目标是 梯次布局和论证实施 国家空间科学任务 打造空间科学高水平人才队伍 不断取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 标志性原创成果 实现空间科学高质量发展 基深国际前列 成为空间科学强国 当局说 现在和世界航太强国相比 中国太空科学卫星数量比较少 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有信心和有能力赶上 并且实现规划目标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荣博 大家好 我是陈雨桥 销委会调查发现 超市一些货品过去几年 虽然售价不变甚至减价 但是容量或重量减少 形容是缩水式通胀 平日去超市买东西 除了要格价 还要小心魔鬼在细节 销委会分析2021年初 去到今年7月的超市数据 发现62件货物缩水 即容量或重量减少 减规零食、糖果、日用品等等 减幅由1.3%去到三成 16件货变相加价一成 最多变相加价两成六 减量最多的是加乐士香甜玉米片 由250克减到175克 售价减量之后便宜了6元 但是除开来计算 每10克是贵了一毫 按货物分类的话 减量最多的是糖果、饼干和零食 24件都少了 例如在Dryas的石板街雪糕 就少了50毫升 M&M的花生巧克力 原先有15包 减量之后少了两包 两间进口商解释 是厂房改变模具 和生产线调整要同一容量 消费者的眼中其实就等于变相加价 这种缩水式的通胀 其实就已经成为全球不少国家的现象 在我们香港其实都不例外 消委会说部分厂商因应成本上价 减少了货量 应该在包装列明货量加减 我们觉得重点是在于消费者的知情权 知情权就是究竟你有没有告诉我 同样的东西是有A到Z 有几十种的产品去选择的时候 很难有时格价会挺混乱 你难道用一个计算机不断买读吗 但如果是有一个单位价格的话 就容易些去帮消费者比较它的价钱 部分国家立法规定要列明货品每个单位的售价 但消委会相信未必最适合香港 母子显示机请一流传号报道 另外 消委会测试市面17款含维他命C的护膚品 发现其中一款并没有维他命C的成份 已经转交海关跟进 性称含维他命C的护膚品 标榜可以抗氧化抗衰老 亦都能够美白淡斑 消委会卖了17款产品测试 售价介乎101至1580元 其中南韩品牌Misha测试结果显示 性分没有维他命C 已经转交海关跟进 这个品牌和另外4款包装上 都没有清楚标示维他命C的浓度 12款有标示 当中10款实际浓度比标示 低0.2%至6% 另外有7款护膚品 验穿欧文化妆品法规 限用的香料致敏物 柠檬汐和蜂蜂唇 容易令人出现过敏或红疹 当中只有3款有警告字据或标签 我们觉得标示的成分是很重要的 因为通常皮肤敏感的人 应该已经看过皮肤科医生 也要知道自己大约对什么敏感 而去买他们的护肤品 或者化妆品的时候 也是加倍小心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警告字据 也没有标示的成分的话 那个消费者以为是没有问题 或者想试入那个产品 但谁知道原来是过敏的 有湿疹或过敏的时候 有机会是会构成过敏性接触的皮肤炎 和这个红疹 市委会说本港没有相关法例 但厂商也应该完善产品包装标签 有皮肤敏感的消费者 应该先在较小范围和抹护肤品 观察有没有过敏反应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莹报道 动植物公园有9只猴猴死亡 行政长官李佳超说 政府已召开跨部门会议紧急处理 会尽早找出原因 动植物公园的暴雨类动物区 仍然暂停开放 身着保护服的工作人员在区里清洁 过去两天已有9只猴子死亡 包括3只属于极危物种 全球只有2000只棉顶涌猴 还有一只白团长尾猴 反应和食欲移于尋常 已移离原居的农家强观察 行政长官李佳超说 民体内局已统筹 跨部门紧急处理 会尽早向公众交代 首先围堵着问题 控制了 第二是要做适当的管控 而且现时的工作人员 也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御工作 即是要穿戴着适当的保护装备和衣服 我知道这方面的专家 已经在昨天开始做工作了 尤其我们是希望在化验尸方面 尽快完成我们的毒理化验 让我们知道真真正正 今次9只动物的死亡原因 一、二、对症下药 针对性地按照原因去处理它 公园原先有93只暴雨类动物 也有21只爬行动物和百多只雀鸟 除了暴雨类动物区 其他设施继续开放 《无线电视记者》刘卫尔报道 菲律宾如业局说 一艘飞方船着上星期五 在中业岛附近例行巡逻的时候 被中国海上民兵船故意擦撞 中方反驳是飞方的船危险地航行 侵犯中方主权 批评飞方炒作事件 菲律宾星期一发放的片段看到 編号00108的中国海上民兵船 上星期五早7点45分左右 在中业岛附近海域 缓缓靠近并擦撞飞方的加拜罗号 菲律宾如业和水产资源局说 两艘飞方船隻当时正在中业岛附近 作例行巡逻 其中一艘船被中国海上民兵船 试图阻挡路径 最终导致右边船头被撞凹 但仍然能够继续在中业岛附近 执行并完成巡逻任务 菲律宾海军赞扬船上的军官和船员 继续履行职责 根据职责维护菲律宾领海 及专属经济区的管轄权和权利 飞方批评中方海上民兵船 进行了危险的动作 在北京外交部说实情并非如此 据我了解真实的情况是 飞方公务船在中国管辖海域 以危险方式航行 并与在该海域正常作业的中国渔船 发生擦碰 飞方上述行为侵犯了中方主权 严重威胁中方渔船和人员的安全 中方敦促飞方切实尊重 中方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停止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外交部副部长陈晓冬星期一 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关系 原卓会的菲律宾外交关系委员会代表团 双方就中非关系和涉海问题交换了意见 飞方船只上周在黄岩岛附近海域 向渔民进行補给任务时 亦曾被中国海警船射水炮阻撓 中方当时强调 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周 在鲁窩出席东盟峰会期间 据报曾经就南海问题 当面向国务院总理李强提出质疑 指南海整体局势仍然紧张 呼吁加快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无线电视记者陆子奇报道 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 南韩说北韩炸毁了两韩边境的部分道路 南韩名昌警告回应 南韩军方公开片段 两韩军事分界线北韩那边一条道路发生爆炸 冒出白色浓烟 北韩之后派出货车和挖掘车清理现场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北韩在中午时分炸毁了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北 连接南北韩的京二线和东海线部分道路 并用重型设备进行后续工作 南韩军方其后在两韩军事分界线以南明昌警告 并说正是密切关注北韩动向 会基于韩美合作加强防卫和监视 北韩自去年底在道路埋下地雷 拆除路登 近日又切断连接南北韩的公路和铁路 更下令前线炮兵做好开火准备 以对抗南韩和美国 北韩早前亦指责南韩派遣无人机飞越首都平壤 散发反北韩传单 南韩否认 但潮宗社星期二引述北韩领袖金正英国会 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 说已经掌握真凭实据证明南韩军方策划对北韩的无人机入侵 金正英星期一召开国防及安全会议 在西贡村屋内 高院裁定一个自称是道士的男人 谋杀同非礼罪名成立 死者的妈妈也裁定教唆非礼罪成 有轻度智障的女事主在2019年9月2日 倒闭在西贡隆美村的村屋里面 案情说男被告张子财报称是注册中医 而女被告吾马鱼庚即是死者的妈妈 到她的诊所求医 再跟她学指微斗数 男被告说女事主邪灵上身 先后向她施行不同的仪式 包括将她坎头埋墙 女被告目睹但没有阻止 案件连日在高等法院审理 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 裁定两人罪名成立 法官将他们还压 今个星期五判刑 荃湾一个工厦单位 报称被人偷走50只龟 总值500万 单位仍然存放龟 也有狗运在笼里面 现场是荃湾德士古道 一座工厂大厦一个单位 警方说早上10点多接报 说单位大门锁头被叫烂 单位内约50只龟被人偷走 报称总值500万 消息说单位是持牌烏龟繁殖场 失涉的是东部商龟 闭路电视的片段显示 三个贼早早8点多进去里面 约5分钟后就离开 警方仍然在追缺他们 香港旅议会和哈萨克阿拉木陶旅游局 签订合作备忘录 推动两地旅游合作 阿拉木陶旅游局透露 将恢复疫情之前 香港到哈萨克的直行 推动旅游 记者叶子华在哈萨克阿拉木陶报导 香港旅游业会考察团 和哈萨克阿拉木陶旅游局 同业界举行交流会 阿拉木陶今年上半年 接待了4万多个中国旅客 占东地外国游客大约1成3 是当地第三大旅客来源地 阿拉木陶旅游局副局长就希望 和香港建立沟通平台 吸引更多香港和内地旅客来到中亚 我们拓承计阿拉木陶旅游局 是一部分 本地外地的色列 本地外地的近亿 涵蓋新疆烏鲁木齐、北京等 又透露很快会有恢复香港和阿拉木陶直航的好消息 香港旅游业议会和阿拉木陶旅游局 在会上有签订合作备忘录 旅议会说日后双方定期开会交流 配合香港市场 新一份施政报告即将发表 旅游界立法会议炎瑶柏 期望有措施 为了加强合作阿拉木陶旅游局 除了会来到香港参加旅游展 亦都积极开拓内地市场 今个月他们会去到西安和北京举办推介活动 报线尼时记者叶晓华 分殖法尼亚州西北部城市伊利 举行竞选集会 警告一旦对手特朗普再次胜选 将为美国带来风险 对手特朗普再次胜选 但接让的郊区和农村 对手特朗普再次胜选 选选期间已经十次到访坟 直返来亚州 特朗普上星期也穿梭这个州拉票 谢谢 78岁的前总统克林顿 就到了另一个摇摆州 坐自亚州西南部为何感丽站台 争取农村黑人选民支持 坐自亚州有16张选举人票 上届选举总统拜登在这个州 只是以大约1万票之微 击败特朗普 是计1992年 哈林顿拿下坐自亚州之后 民主党首次将这里由红转南 今届民主党能不能再次争取到 当地黑人选民支持是成败关键 有民调访问多个关键摇摆州 说会提早投票的选民 其中四成八受访者说 会投票给特朗普 多贺锦丽一个百分点 至于多个关键摇摆州的支持度 特朗普也设计未领先 贺锦丽两个百分点 无线示记者 风月明报道 有神州北极之称的黑龙江莫河 迎来今个秋天第一场暴雪 莫河昨天清晨被白雪笼罩 到了中午更达到暴雪的级别 当地一度发出暴雪黄色预警 莫河是中国最北的城市 亦都是中国位度最高 气温最低的城市 全年平均气温是约涉时零下3.5度 极端最低气温可以达到零下53度